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我是德德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斯普拉顿3 发挥涂鸦大师的精神 在战地对战里施杀 今天我要分享几个 没有注意到小细节都不知道的功能 最多玩家想要问的 置物柜在哪里? 当你升级时候有拿到装饰品 或是到杂货店里购买了一些玩具 却送到你的置物柜 到底在哪呢? 首先我们到大厅里面 往右边走 会看到玻璃房间逐渐透明化 这里就是置物柜的位置 第一次进入这房间时 会需要对话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进来后有标示箭头的置物柜 就是你的柜子 与他对话按下加就可以编辑 每件物品只要你塞得下 都可以叠起来 塞得满满的才有像是置物柜的感觉啊 里面许多饰品都要透过故事模式才会拿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曾经一起游玩过的队友 他的置物柜怎么摆放 还放了哪些东西 相当的有趣 觉得摆设让你非常惊艳的柜子 可以按下Y给个游行 再来 为什么看到路上的玩家都穿得好潮 他的衣服好酷怎么拿到的 我们可以与路人交谈 选择预定装备 最多可以预定三件服装 选择预定就会到清单里面 一件商品都需要等待一天时间 就可以领取啰 领取方式 我们到大厅门外有一位次罐 与他交谈 选择领取预定商品 付钱后就可以拿到服装啰 除此之外 次罐还可以把衣服能力洗白 或是收集到相对的技能碎片 可以直接帮您装上 有些功能需要用到海螺 但海螺是非常稀有的 通常参与祭典大会时 官方才会给予 建议斟酌使用 除此之外 Nintendo Switch Online App 在9月13日开放联动 鱿鱼圈3使用 iOS和安卓系统 需要透过翻墙 来到日本或是香港地区 才可以下载 不过在网路上 可以搜寻得到 网友自行提供的安卓版本 但会不会碰到钓鱼网站 或是在APP中的夹带病毒 这点就需要自己考虑一下 鱿鱼圈3里面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鱿鱼虚商城 每天都有不同的精选服装 可以透过APP直接选购 商品阵容没过4个小时就会更换 看到喜欢的服装就可以直接下定 再以赤罐付款就可以拿到啰 有些服装是非卖品 是需要透过amiibo取得 或是故事模式中才会拿到的 此外 Nintendo Switch Online 也需要购买任天堂会员 才可以使用这项功能 当我们靠近路人时 都会看到他们的涂鸦版 或是大师们的作画 到底在哪里才可以画画呢? 我们来到杂货店 继续往下走 就会看到红色油桶 靠近它选择焦坛 就可以使用到涂鸦版啰 涂鸦方式可以用手把推动蘑菇头 但建议可以把Switch拿下来 用触控方式来作画 喜欢花花的朋友可以趁机会展现一下啰 但我们在战场上施杀时 到底如何飞到队友或是友方物件上呢? 只要按下X地图 选到队友按下A 就可以直接飞过去啰 不用等到重生 随时开启地图 就可以飞去支援队友或是前线 但是飞行点会出现你的名字 敌人也可以直接守候埋下炸弹 陆地时就直接升天 所以飞跃的时候要留一下队友战况 当我们帮熊先生打工时 收集金色鲑鱼卵很辛苦 有时候战控激烈 敌人已经暴走满到碰不到收集容器 就差临门一颗鱼卵通关 我们拿到鱼卵时 可以按下L 就可以透过投擲方式丢进容器 这样子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也会改善一些地形的限制 当收集点附近很多敌人时 更需要与鲑鱼保持距离 才不会走过去直接被K死 在游玩故事模式中 除了关卡可以得到一些奖励外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小鲑鱼的反应 它会告诉你 有隐藏道具埋在地底喔 好啦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几个功能 我要继续拿水桶在战地里厮杀了 在斯普拉顿山中 你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这次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掰掰 你订阅了吗? 还没订的话 这边给你订阅喔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方留言 我们下方留言 封闭 净 赞 谢谢大家